《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視》發布最新圖像報告 揭露中國RSDL秘密監獄 中美洲一帶一路工程進度落後 與中共合作變調 瑞典法院維持對華為5G網絡設備禁令 四十多國發聲明擔憂新疆及香港人權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王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3日星期三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視》6月21日 發布最新報告標題是酬金 在中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秘密監獄內 其中附有大量插圖及照片 深度揭露中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簡稱RSDL的黑暗世界 這是首次有調查報告通過豐富的插畫 衛星照片及建築草圖 來描繪監視居住的秘密監控系統 將它的真實面貌暴露在陽光下 報告說監視居住的監控系統 給了中國警察一種權力 可以讓民眾被消失 無法與外界接觸 包括律師和家人 國家安全部門可以任意拘留 逼供折磨 威脅和虐待受害者 這套系統也遭到聯合國譴責 它除了被用來對付中國人權捍衛者 也用於對付外籍人士 最新數據顯示 自2013年起 這個監控系統累計有將近6萬名受害者 監控系統設在隱蔽的地點 受害者被關押在警察局及看守所之外的設施裏 導致這些設施的畫面和地點資訊極難取得 這份報告還運用插畫以及第二人稱罪事 讓受害者講述的故事生動起來 彷彿引令讀者戴著黑色頭罩 親身進入秘密場所 進入單間牢房 進入審訊室 甚至坐上老虎等 報告當中的所有細節都來自受害者 受害者家屬或律師的證詞 保護衛視同時發布關於中共這套 秘密監控系統規模的全新數據 報告說這些取自政府官方統計的數據 證實了強迫失蹤和酷刑的系統性和廣泛性 該數據資料目前已經提交給聯合國相關機構 在國際法之下 這種系統性和大規模的強迫失蹤和酷刑 是反人類罪行 為擴張全球影響力 中共槍盜的一帶一路 不僅沒有為完善國家帶來利益 還讓很多國家深陷債務危機之中 近期更傳出 與中美洲的哥斯達黎加、巴牙馬合作不順 外界質疑合作恐怕已經變調 據德國之聲21日報導 哥斯達黎加當地傳媒 在6月初揭露 中國承包的道路建設利蒙公路 托付進度為37% 依據合約必須在一年內員工 不過負責這個項目的企業 中國港灣就表明 利蒙公路工程至2022年5月合約期滿時 無論工程進展如何都將會移交 建議哥斯達黎加就未完成的部分 重新簽署承包合約 並向中共申請新貸款 哥斯達黎加公共工程與運輸部長孟德斯表示 絕對不會接受這個建議 其他傳媒亦都提出多項質疑 首先 中國港灣在剩餘的300天內 是否可以完成63%的工程進度 其次 為何要同一間 聲明要中途退出的企業重新談判 對此 中國港灣並沒有任何回應 報導還指出 巴拿馬與中共合作的一帶一路工程進度 目前嚴重落後 巴拿馬政府自2013年6月簽署巴拿馬科農集裝商港口開發協議 上海國資傑和藍橋集團在2017年舉辦動土儀式 藍橋集團甚至描繪這個工程 可以為巴拿馬提供大量經濟機會 不了藍橋集團2018年12月所支付的實際投資額 只是佔合約的16.6% 甚至還欠地租和權利金 而且國資傑的實控人高天國 2020年在上海因為違法放貸而被拘捕 報導總結 中美洲國家與中共簽訂的合作案 包括尼加拉加大運河、貨羅港、利蒙公路 隨著時間推移發現最後都沒有好結果 瑞典法院星期二維持了當局對華為在瑞典銷售5G設備的禁令 令這家中國公司在歐洲捲土重來的希望破滅 這些裁決增加了外界對瑞典反制中共的預期 去年10月瑞典電信監管機構PTS出於安全考慮 下令禁止華為的5G設備 華為提出上訴 對此法院在一份聲明當中說 瑞典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行政法院考慮到只有安全警察和武裝部隊 能夠全面了解安全局勢和對瑞典的威脅 法院表示 無線電技術是用於5G網絡的核心功能 如果包括華為產品 可能會威脅到瑞典的國家安全 瑞典電信商外納信上個月表示 在瑞典政府決定排除華為之後 該公司可能會遭到中共當局鎖定並採取行動 近年來 美國政府在全球推進華為禁令的行動 令華為在中國以外市場失去大量份額 輸給西方競爭對手 根據戴爾奧羅集團的數據 華為在中國以外的全球範圍之內 無線設備的銷售收入份額下降了2% 2020年市場份額大約是20% 落後於競爭對手外納信和諾基亞 這兩家公司的市場份額去年都有增加 同時歐洲政府也一直在加強 對中國電信商的審查 美國政府指控華為的設備 可能被中共用於間諜活動 星期二以加拿大為首的40多個國家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發布聯合聲明 對中共迫害新疆、香港及西藏的人權行為 表示嚴重擔憂 北京對此也炮製了一份所謂的聲明反擊 法新社報導 這份民主國家的聯合聲明已經醞釀了幾天 在日內亞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的第二天宣布 聯合聲明中說 北京必須允許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 巴切萊特及其他獨立觀察員立即 有意義及不受限制地進入新疆 並要求中共結出對維吾爾人 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任意拘留 該聲明引用的報告內容 涵蓋了對新疆人進行酷刑 殘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對待或處罰 強迫絕育、性暴力 強迫兒童及父母分離等內容 聯合聲明還批評中共在香港推行港區國安法 並表示對香港基本自由惡化 及西藏的人權狀況表達深切擔憂 該聲明得到了澳洲、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 西班牙及美國等40多國的支持 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的負責人卡拉·馬德表示 該聲明向中國當局發出了一個重要信息 就是他們不能凌駕在國際監督之上 各國現在必須停止止止上談兵而是採取實際行動 中共獲知這份聲明即將發佈 就搶先發了一份所謂譴責加拿大的聯合聲明 說對加拿大嚴重侵犯土著人民的人權 深表憂慮 這份中共發起的聯合聲明的簽署 包括白羅斯、伊朗、朝鮮、俄羅斯、 斯里蘭卡、敘利亞及委內瑞拉等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